中越战争 就对我国边境进行侵犯 中国秉着和平的原则警告数次 没想到 却成了纵容他们的理由 最终我党决定给越军教训 让他们看清自己的实力 这场对越反击战 解放军将领是许是有 他果断的指挥战斗 用大炮压制越军火力 在短时间内 就突破了越军的防线 原本自认为很厉害的越军害怕了 为了能够让解放军不再继续进攻 越军还使用了化学武器 这个举动 不仅为了国际法 还有为道德 许师有十分生气 一直进攻到亮山 后来又打到他们的首都河内 经过激战 越军发了解放军 于是开始投降求饶 而我党的目的也只是给越南警告 于是中央下令让许师有带兵撤退 然而许师有并不想 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但是他也不能违抗组织的命令 但是在撤退的时候 许师有采取了三个措施 让越南至今都害怕 哪怕四十年过去也不敢忘记 首先解放军在撤退的时候 沿着战线设置雷区 这些雷区中埋下的地雷 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不幸踩入受伤 可以说让越军受尽了苦 其次 中国之前给越南提供了一些物资 而越南不识好歹 于是许师有将这些带不走的物资 全部烧毁 不留给他们一分一毫 最后 许师有带领解放军将军功都摧毁了 这些军功产业